另外说到鲨鱼 我想大伙一定还会想起一人 姚明 对 因为他拍摄的鱼翅汤 野生救援公益广告 确实是让不少人深感震撼 那个场景 那种气氛 寥寥术语之下 深汗人心 请记住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汗 对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却是他们夫妻俩一起拍摄的微电影 当然还是秉承了姚同学 一贯热爱公益的主张 这次的主题就是 爱的代价之非成物价 是一个关于理性饮酒的公益微电影 该片呢 昨天在上海是全球首映 据说夫妻俩演的是相当合法 对 到底是怎么样 咱们一同来去看一看 说现在你看到的就是 微电影 爱的代价之非成物价的片花 影片里 姚明饰演的代价楷模 极品代价司机 从而引发了一连串 关于责任和承诺的故事 当美酒遇上代价 当应酬遇上结婚纪念日 当紧迫的时间 遇上不靠谱的应聘 环环相扣的矛盾冲突 最终因为爱的代价而豁然明朗 评委叶丽的一句 嫁给我好吗 更是成为了最温馨的求价爱语 微电影口碑不错 姚明会不会考虑进军大荧幕呢 姚明对这个一点不避讳 回答得很干脆呀 她说 一直都没有演电影的计划 自己不是演戏的料 和媳妇叶丽都是业余的 不过这次演微电影 姚明说收获还是很大的 就是媳妇叶丽化妆后很惊艳 让她很震撼 看来和自己的老婆拍戏 姚明是身心愉悦呀 当然更希望这部公益微电影 鼓励更多的人 关注道路交通安全 我的印象当中 姚明不是首次出电公益节目了吧 对 除了像于世汤那个公益广告之外 她拍了很多 比如说 有这个木极造血干细胞的 号召大家种植城城抗震救灾的 还有保护野生动物的 还有平等对待艾滋病人的 等等吧 反正我怕说漏了哪个 而且这姚巨人的演技 还是不错 这不是我说的 是陈凯歌说的 对 早年陈导在美国拍公益片的时候 就大赞了姚明的表演天分 说他哭 说的哭 他就能掉眼泪 来的特别快 是有机会我们应该看一下 进来 对